Hello大家好 那很多人都在说巴菲特坐拥着创纪录的现金储备 却在疫情期间是迟迟没有什么大手笔的操作 那其实某些方面来看啊 这个说法可能不太准确 因为有一只股票它是很看好的 不仅承诺从现在一直到去世 巴菲特都不会卖出这只股票的任何一股 而且还从5月初到7月底的时候 巴菲特的公司还花费了70多亿美元的巨资 买入了这只股票 那这是哪只股票呢 可能有朋友已经猜到了 这就是他自己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那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有时候可能没有选股的经验 或者自身不太懂得如何去搭配股票的投资组合 那既想降低风险又想投升股市 最简单的也是最不操心的做法 就是买指数基金了 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指数基金这样稳定 但却不够大的回报 那怎么办呢 如果既想适当的分散一下投资 又希望能够比基金有更好的回报 那这个时候 类似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更像一个指数加强型的公司 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只股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是存在自带保险属性的 那好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到底有什么样的投资价值 为您打开全新视野 关注背后逻辑 欢迎收看FX668卫视 大家好 我是程卫 开始之前 如果各位朋友还没有订阅我的节目 麻烦大家可以订阅一下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取我们的更新通知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他们收购和投资的行业 是覆盖了像保险业 资本密集性行业 制造业 服务业和零售业 还有就是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其中最引起关注的 其实就是银行业了 那我们可以发现 伯克希尔的子公司 和整体的投资组合 都是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亲自挑选的 那这些公司的护城河都是很深的 业绩增速也算是不错 这就增加了伯克希尔投资的稳定性 那放眼长线来看 从1965年到2019年底 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化股票回报率 都是高达了20.3% 那这么多年如此高的回报 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了 所以说从今年以来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整体表现 不算很理想 但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因为 今年的一个表现波动 就否定了巴菲特和伯克希尔 所谓路遥之马力 就是这个道理了 那今年一季度的时候 疫情的爆发 严重冲击了巴菲特的持仓表现 那市场就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 其实这也很正常 因为部分人就喜欢拿一时的沉寂 对别人妄下评论 那这点其实是不可取的 那如果按照这部分人的逻辑 我也能拿出最新出入的第二季度的财报 来证明巴菲特宝刀未老 但是这样光拿一两次的表现来判断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我们既不能因为第一季度的不好 就否定了巴菲特 也不应该拿第二季度的强劲表现 就去过分的吹捧巴菲特 还是希望大家保持独立思考 多关注基本面和客观的公司分析 不要让一时的情绪影响了你的投资判断 那通过财报我们可以发现 波克希尔第二季度是创下了两大记录 一个就是现金储备再创历史新高 达到了1466亿美元 第二个就是出现了大手笔再创新高的股票回购 那8月8日 波克希尔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是显示 第二季度波克希尔公司净利润达到了263亿美元 等于是每一天的利润就高达了3亿美元 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41亿美元 同比是大增了87% 不过巴菲特还是比较淡定的 他认为这些盈利也好亏损也好 都只是账面的数字 浮动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随之改变 所以投资者不应该做出一些过度的反应 不过同时我们可以发现 由于第一季度的一个表现不太好 所以整个上半年 波克希尔的业绩依然是有点亏损的 不过波克希尔的现金储备是进一步的提高了 已经达到了他们历史上最高的1466亿美元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 巴菲特一如既往的喜欢集中化的投资 那截至第二季度末 波克希尔公司百分之七十亿的股票投资 都是集中在四家公司的 那他们分别都是苹果公司 美国银行 可口可乐 以及美国运通了 那具体来看 第二季度的盈利三分之二是归功于 第一大重仓股 苹果公司的一个市值增长 那今年二季度 苹果的涨幅达到了43.85% 那另一方面呢 由于他们的疫情扩散 那巴菲特所持有的金融和能源公司的股票 是遭受到了一个巨大的冲击 同时呢 也拖累了伯克希尔的业绩表现 那今天我想把我们讨论的重点 是放在伯克希尔公司 在第二季度创造的两个记录上面 分别就是大量的现金和大规模的股票回购了 其中呢 现金过多 已经成为了投资者担心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重点来看一下 按照巴菲特的设计啊 其实伯克希尔的创立初衷 就是通过投资产生一个大量的现金流 那他的保险公司 每年能够从投资中呢 是收获差不多数十亿美元的现金 而通常巴菲特的每个季度 又能从可口可乐 美国合众银行的股票上呢 是得到数十亿美元的分红 那我们还不要忘了 伯克希尔旗下的一些子公司 每年也会把大量的股息和利润 是返回给他们的母公司的 所以从历史上来看 巴菲特主要将这些现金 是用于投资当前的业务 收购一些新的企业 或者呢用于回购股票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巴菲特最近的问题啊 就是现金太多了 而且巴菲特和伯克希尔 都很难找到花钱的方法 要么就是疫情期间 巴菲特对某些股票的一个形式 他已经不太看好了 例如像航空股 那要么就是随着股市 之前的一轮牛市大涨 已经疫情期间 这轮强劲的一个反弹 有一些优质股票的估值 已经很高了 这也可能是巴菲特迟迟没办法 大手笔收购和投资的 一个主要原因之一了 而我们考虑到 伯克希尔如此庞大的一个规模 要想对伯克希尔股价 产生一个实质性的影响 就需要大手笔的投资或者收购 但是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呢 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一些大手笔的操作呢 确实是很难的 那这里不少投资者呢 是有点意见了 那他们是希望巴菲特 能够把这些现金 你干脆以股息的形式 返还给投资者 那这样的话呢 也能增加一些股东的回报嘛 但是如果你很熟悉巴菲特的话 那你肯定知道 巴菲特在股息的问题上 是出了名的固执 因为巴菲特觉得 钱应该放在聪明的人手中 让钱再去生钱 这样才能够最大化收益 但是眼下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确实没有什么好的花钱的地方 那如果能够把这些现金 作为股息返回给股东来说 说不定也是一个好主意呢 当然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而已 那我们这里可以再看一下 正好公布的一个 伯克希尔第二季度的 13F仓位报告 那在昨天每日观察的节目中呢 我已经和大家简单介绍了 也就是说在截至6月30日第二季度内 除了之前都已经知道的 巴菲特轻仓了航空股以外 巴菲特第二季度还主要是减仓了 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两支银行股 而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 巴菲特轻空了高盛和西方石油的股票 那看来虽然巴菲特整体对于银行股的看法 还是偏向乐观的 但是呢他们的喜好是有不同的 那我们也是看到了 巴菲特似乎更加喜欢和偏向的 就是美国银行的股票了 因为从7月下旬开始 巴菲特经过了三周连买之后 总共是花费了大约21亿美元 增持了美国银行的股票 那增持之后的持股比例是接近了12% 而西方石油呢我们近期也谈过 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他们这两年的一个债务问题 这令他们的一个破产风险是有所升高的 那看来巴菲特也对此是有顾忌的 当然他还没有对这两笔轻空操作呢 是做出任何的反馈 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猜想而已 而在第二季度中 巴菲特新买入的股票只有一只 那就是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巴里克黄金公司 这多少是有点令人意外的 因为之前他曾多次警告投资者 不要去购买贵金属 所以说这次买入巴里克黄金的股票 还是令人感到有点意外 当然了黄金公司的股票和黄金本身是有不同的 因为巴菲特批评黄金的一个主要的批评点就在于 他认为黄金本身不会产生黄金 因此也不会创造什么额外的价值 但是黄金公司就不同了 作为一家矿业公司是可以产生更多价值的 而且随着黄金价格的走高呢 黄金股近期也确实提升了不少 但是呢这笔操作其实规模并不大 总价值呢也就5亿多美元的样子 对于巴菲特公司的规模而言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算是小事牛刀罢了 不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点 巴菲特本身的一些投资方向和他的投资理念呢 也不是说完全不会做出任何改变的 因此未来说不定也存在派发股息的一个可能性 那即便巴菲特还是很坚持的不派发股息 但考虑到可能在不远的将来 巴菲特就会退居二线 而他的继任者或许没有那么坚持不派发股息 所以伯克希尔的股东 未来是有可能会通过股息 来获得一个更高更稳定的回报的 巴菲特曾在2012年的时候承诺过投资者 就是说伯克希尔的试净率 也就是PB ratio 如果低于1.2倍的话 他和查理芒格就会认为伯克希尔的股价 被严重低估了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拿出手里 不影响运营的现金来收购股票 并且不设上限 那这一承诺呢 我们在第二季度果然看到是兑现了 因为5月中旬的时候 伯克希尔的股价与进次产的比例 也就是刚刚所说的试净率 是低到了1.15倍 跌破了1.2倍的一个承诺的心理关口 那之后我们就看到巴菲特 开始大手笔的回购股票了 那在整个第二季度 伯克希尔是回购了51亿美元的股票 这是创造了单次回购股票的最大记录 那通过股票的一个回购 以及股价的一个反弹 现在的一个试净率 大概是在1.3倍的样子 所以理论上来说 如果伯克希尔的股价 从当前价位再下跌大约10%的话 考虑到依然有着庞大的现金储备 巴菲特应该又会开始回购股票 所以说呢 等于是送给所有投资者 一个免费的看跌期权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保险了 那可能有些对伯克希尔股票 不太熟悉的朋友会发现 伯克希尔有两种股票 一种是伯克希尔A股 另一种是伯克希尔B股 那伯克希尔A股的价格呢 是很吓人的 都已经超过了30万美元一股 所以不太适合普通人去投资 而B股的价格相对就是亲民很多了 现在大约是在200多美元一股 那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通常一只股票的股价变得过高 流动性很低的话 公司呢都会拆分股票 就像我们看到苹果公司 在历史上已经是多次拆分股票了 但巴菲特对此是很排斥的 理由就是他一直认为 价值投资就是要投资者应该考虑10年 或者更长的投资周期 他不希望投机者们 在伯克希尔的股票上赚钱 因此呢如果股价过高的话 就会让一些投机者是打退堂股的 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巴菲特真的挺固执的 当然了你也可以说 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那就是巴菲特亲自也保证过 绝不拆分股票 于是呢就导致了 伯克希尔的股价越来越高了 那为了既不打破原则 又能够满足股东的一个需求 伯克希尔就发行了价格低得多的B股 那这样就皆大欢喜了嘛 他们的A股依然会保持不拆股 这样就能够保留住 注重投资价值的高质量的股东 那同时又有了B股 就能增加一定的流动性 而A股和B股的主要不同 除了价格以外呢 就是股东权益了 例如B股的投票权 只有A股的1% 还有就是E股A股 可以转换成30股B股 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所以B股的股价乘以30 是永远不可能高于A股的 否则潜在的套利交易 就会把这种差价抹平 那整体来看 伯克希尔未来的业绩 仍将取决于股票的投资能力 和资产的运营能力 那目前第二季度的业绩 已经体现出了一点 那就是伯克希尔涵盖基础设施 投资广泛的一个优势 这就使得伯克希尔本身 受到疫情冲击的力度 正在逐步下降 那这与倡导黑天鹅哲学的 纳西姆塔勒布的 反脆弱理论是高度相似的 那反脆弱理论的原话是 投资中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充满了不确定和脆弱性 而这种脆弱带来的风险 才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主要原因 脆弱性是无法消除的 但是我们总能够看到一些事物 从冲击中受益 在波动中变得更加强大 因此呢 目前伯克希尔的一个配置 是存在这种反脆弱性的 那其实我们从目前的一个 伯克希尔股票配置就可以看到 他们的一个布局 已经为后疫情时代 周期类股票资产的反弹 是做好了准备 那最后总结一下 由于伯克希尔所持有的子公司 整体都是不错的 护城河也都很深 所以我是看好伯克希尔的长期表现的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把巴菲特的公司股票 看成是一个可以长期投资的 具有分散分险属性的指数加强型资产 同时长期而言 伯克希尔股票的回报 应该还是很可观的 但需要注意的就是 他们在科技股方面的配置相对较少 如果他们未来依然没有这方面的改变 而又有朋友追求更大的投资成长 那就可以在他们的股票投资基础上 配置小部分的科技股 这样也等于简单的给自己打造了 一个相对不错的股票投资组合了 当然了还是要强调一点 今天这里呢 并不是给大家推荐伯克希尔这只股票 而且大家也不能仅凭我的分析 就下投资判断 我想给大家的是一个参考 一个启发 但投资最重要的还是独立思考 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深入的再去了解和研究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取我们的更新通知了 祝各位投资顺利 健康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